演讲者是我们演变队温知一班的朱伟轩同学 他将对于我们分享有关公司青年节的演讲 让我们掌声有请他 将近四星 我会认为这些星期三有一个假期而感到很快乐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假期呢 我们会分数到1919年5月4日 北京的青年会依靠巴黎河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因而导致这一场绅士浩大的游行示威 最后却发展成以学生、青年以及广大的群众 所广分参与的一次游行示威 而五四青年节这个活动 我们可以遵守到1939年 为纪念五四青年节二十多年 而夏干宁边区西北青年就国联合会决定 把五月四日定为五四青年节 我们除了可以在历史上寻找到五四青年节的原因 原由我們也可以在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發現五四青年節的活動 在2022年香港政府舉行了一次網上問答比賽 香港政府是為了紀念國慶75週年和五四青年節 因而所舉辦的一次網上問答比賽 我們除了可以在政府的活動上找到 同時我們可以在遊戲上找到 一款內地知名遊戲《黃者榮耀》 每逢五四青年節便會舉行一些活動 也可以從這些活動中拿到不小的獎勵 他這個活動是為了紀念五四青年節而舉辦的 最後我也十分佩服一些他們所具有的勇氣 也希望我們大家可以學習他們面對不平等的事情 使所具有的勇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